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的一份研究报告 这份报告里面指出美国 台湾跟中国都受到这个西三角的一个约束 他们是叫这个Silicon 就是美国这个西三角 中国为了避免外在限制的影响 正在积极提升他们的一个半导体的能力 那虽然中国无法在短期内 赶上先进国家发展半导体的一个脚步 但是民主世界必须要提早 因应中国的行动 不但要降低半导体供应链的风险 更应该确保台湾的民主繁荣 较为台湾的民主繁荣 因为中国如果控制台湾的话 就等于是掌握全球的先进半导体 那这种冲击会令人是无法想象 这种影响有巨大呢 美国参议员叫Lian Sullivan 他就指出全球先进制成晶片的产量 光光是只有台湾就占了九成 就是90% 很大很大 如果台湾晶片被敌国控制的话 将会造成全球经济高达2.5兆美元的损失 2.5兆美元 例如这个COVID-19 这个疫情时间里面 只是因为确凿这个汽车工业 需要的低阶层的一种晶片 这样就造成美国 有24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那可见台湾如果沦陷的话 一定会对全球经济造成一种重大的创伤 还有 华夫资互这个Hudson研究所 里面的高级研究员 Riley Walters 他也指出来 美国这个公司 可以开发是一部分 最先进的半导体设计的一个技术 但是大部分 先进的一个制造能力 还是集中在台湾跟韩国 而且大多都是来自我们台湾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不管是任何因素 这个导致台湾的半导体产业中断 那美国从个人电池 汽车 电信 农业到医疗保健的各行各业 都会受到重大的伤害 那推估起来大概会影响 美国8% 就是8% 8%的一个GDP 会影响这么大 8%的GDP 那不但支持 这个Severn的一个首席投资策略师 叫Jan Rodridge 他更表示 如果台湾被拿走 就被侵占 被占领的话 就像砍掉我们的大脑一样的 全球经济将无法运转 就是因为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台积电创办人张作谋先生才会说 台积电已经变成 地缘政治的兵家必争之地 也因此美国必须要确保供应链 来自可靠的贸易伙伴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台湾 那正是因为基于经济利益 跟这个战略价值的考量 已经有越来越多美国人认为 台湾是关键供应链中 最支的信赖的合作合伴 那只有帮助台湾 来自主侵略 才符合美国跟整个印太地区的利益 那虽然台湾的重要性 一再受到专家学者的肯定 如果前面提到这个美国参议员 Dance Sullivan 他也指示一点 就是台湾部长很重要 但是对于可能因为保护台湾 而牺牲生命的美国军人来说的话 他们未必会了解自己跟台湾的关系 也就是说如果有一天美国必须为台湾采取行动的时候 很多很多美国官兵 可能不知道他们是为何入战 因为三个人也不知道是怎么 我们就退台湾来修台 所以我认为当然我们要保护自己国家的决心 跟这个能力 但是美国有的人的提问 也在提醒我们 我们应该让友邦的官兵 像二战时候的盟军一样 尽其是这个台湾的盟军一样 来建立保护更高价值的一种信念 就像当年准备登陆这个诺曼帝的时候 盟军就这个阿赖佛 就是盟军都已经深切了解到 纳粹政权对人类的危害 那他们在维护人权跟民族自由的信念 所以不惜这个牺牲自己的生命 来确保更珍贵的价值 那这种信念的重要性 值得我们来重视 特别是会议各国重视 这个或是保护台湾 除了 宣扬台湾对全球经济的贡献之外 我们也应该要强调 普世价值的重要性 这一条一条 这个普世价值这个重要性 我们也要去宣量 因为台湾是维权体制转型 变为民族国家的一个典范 不论这个民族这个程度 或者是各项自由的这个评比 我们都名类前茅 都经常被誉为这个亚洲民族这个程度 叫阿修 这个民族程度最高的一个国家 所以确保台湾的永续存在 就是维护尊重人权的普世价格 如果友邦愿意帮助我们抵抗侵略 它的意义就不只是在帮助台湾 这一点很重要 它不但是在帮助台湾 而是在民族国家里面 来维护民族自由的共同奋斗 这不是帮忙台湾而已 是在在民族国家里面 大家到底来维护民族自由 这点为这一点来共同奋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